謝謝主席 我想直接請問一下我們那個代理主委 那我就不再尊稱了 在你們的報告裡面有特別提到重大政治案件的真相調查 那目前其實也是全國矚目的部分 尤其裡面有關於林義雄律師的這個所謂外面或講述林宅寫案的部分 那在2月17號你們發表這個記者會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並不是對於我們促轉會所發表記者會的內容感到滿意 最主要是因為有一些應該讓全台灣的人知道真相的這些名字是被遮掩掉 所以我很努力除了請促轉會以外 包括軍方單位也好人事行政或者是說這個全序部等等 一直在持續不同的追查那也請我們的羅正偉幫忙 所以在4月初的時候是不是有一批文件已經從國安局又解密出來送給我們的促轉會 那這個部分呢對於未來的事出真相呢當然有所幫忙 但是我認為仍然不夠 我想請教一下到目前為止我所知道林義雄先生的這個他們家宅的這個寫案 還有陳文成先生還有包括另外一個案子應該是彭婉如案件 在我們法務部是把它列為是永久追訴沒有追訴期限對不對 所以未來如果有這些文件釋放出來裡面確實有人是牽涉到 譬如說我們知道刑法裡面的謀殺或者是說共犯會不會移送到法務部來做偵辦 嗯就林采寫案的部分呢就我們目前所掌握到的檔案喔 那當然下一批檔案我們還沒有開始進行閱覽 我們大概都已經呈現在我們的報告當中 但未来如果有相关的档案呈现的话 我们会就是强化我们的调查 那这个部分 你说这个部分可能需要有一个 可能需要有一个 不是 我是这样问 我是说在你们未来在看到这个档案里面 确实有蛛丝马鸡 或者知道说在书面资料 因为这是公布我们的文书 认为是有牵涉到 譬如说这个谋杀 或者是牵涉到杀害 的这个所谓的疑似凶手 不管是共犯也好 是不是需要移送到法务部来侦办 是 是还是不是 这个部分我是不是请我们的 那个领案的调查小组 现在我要讲一问一下 是还是 告诉我是还是不是就好了 是嘛 好 那这个是重点 那同时我要请教一下 1979年的时候台湾解研了吗 1979还没有 还没解研嘛 那还没解研之前 按照我们当时的状况 大概是党政军都有涉入 那同时呢我也要请教一下 现在我们的这个官方单位 包括军方或国安局的单位呢 可以把相关的文件释出来 那我们促转会 有没有曾经跟当时的这个执政党 中国国民党的党史库 要求如果有相关的资讯 也可以释出来给我们促转会 我们有还是没有 中国国民党要求档案 对 但目前没有 不太顺利 那因为随着新任主席的这个产生 我相信它是非常开放跟开明的 我们再试着联系看看好吗 我的主要理由是这样子 就是说在 林宅血案发生的这个前五天的时候呢 警备总部曾经行文给大约20个情势单位 要求要特别严密监控所谓的美丽岛事件 那同时呢 在当时呢 在个同月份的时候呢 当时的中国国民党 由副秘书长吴俊才 他主持一个党政军的这个会议呢 叫做华冠专案小组 那参与的人呢 有军方的王生 还有当时的国安局长王永树 包括轻浮会的连战 还有警总的汪静许 还有宋楚瑜先生 他们是针对美丽岛事件 里面的监控也好 或者其他的部分 提出一个内部的这样的会议 那我相信对于还原美丽岛事件的真相 是有很大的这个相关性 所以如果方便的话 看可不可以以我们这个促转会的立场 来要求国民党的党史里面 释出这方面的资讯好吗 谢谢委员 这边我们来努力 好 我们一起来努力看看 那第二个问题我要问的部分就是说 最近啊 因为我们台湾的非常重要的一个 不管是军方或是行政院长的 郝伯春先生刚好逝世 那所以很多人在讲有关包养令的部分 那所以呢很多人就有不同的疑问 那我去调了一些资料 我想给这个这个代主委来看一下 在警备总部曾经担任过司令的人 我们都知道警总的时代 对于大多数的台湾人来讲 是一个负面的 不一定是完全正面 那当时呢 有一些包养令 我们认为叫做保证班 只要他担任过这个司令的话呢 一律都可以拿到包养令 你看到我这个整理的部分的话 那这个跟转型争议 它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相关 那事实上是有相关 因为我们用国家元首的身份 来包养当时曾经在台湾 不管是贡献也好 或是做出一些事件 但是又跟大部分的民意 不能够完全的相通 那这个部分呢 恐怕也要纳入我们在转型争议 在反省或检讨思考的时候的一个方向 例如说彭孟契 大家也都知道 黄杰 刘豫章 郑维源 尤其是汪静许先生 他在任内的时候 牵涉到美丽岛事件 林宅邪还有陈文陈案 但是呢 也同样有包养令 颁奖给他 那这个部分 到底我们对于转型正义 用国家的力量 来 不管是歌功颂德也好 或者是说用国家的力量 没有彰显出受迫害者 自己本身的正义之外 还给他一个包养令 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譬如说我在下一页 下一页 1980年代的时候 包括警总司令的汪静许 国安局长的王永述 国防部长的高奎源 还有警政署长的孔令成 分别得到也是包养令 那也就是当时的身份就是总统 有马英九总统 又李登辉总统 所以这个如果我们 一再要求说要反省 这个转型正义里面 然后要还给大家一个 认知当时的民主政治的发展 或者受迫害的时候 对于包养令的给予与否 我希望我们的促转会的同仁 也把它列为一个重要的指标之一 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 一个大家会错觉 会觉得说大家都知道 当时的这个时代 是一个很黑暗的年代 当然对于很多民主运动的人来讲 他们可能是流血流汗 甚至家族受到很大的创伤 到现在还有很多是 会后的创伤 还没有办法得到完全平复的时候 结果包养令已经高高挂在总统府里面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认真去反省 跟检讨的部分 那同时我也要跟大家讲 就是你刚刚所提到 我也问你的 1979年代 当然那个时候没有解言 那既然没有解言的时候呢 党政军其实叫做一条边 那所以我们不能够用现在的 譬如说多元政党的政治 每个政党有不同的立场 或是改革来看待当时的状况 所以怎么样透过我们的历史文献 尤其是官方的历史文献 来还原真相 可能就是促转会各位同仁 还有各位可以找到很多历史的学者专家 需要寻求他们帮忙的地方 那这边呢有很大的困扰 我知道你们也跟德国有联系 恐怕也包括跟犹太族群 或是以色列这边也有联系 知道说以前二战的时候 产生了这些裂痕 怎么样抿平这个裂痕 绝对不是呼呼大打打一个 那个高尤这样就可以处理掉 所以其实真的是任重道远 那同时按照这样的逻辑推理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在1991年的时候 担任行政院长是 郝伯春担任行政院长 他当时呢是反对废除刑法100条 我相信在座很多人跟我一样 为了100条上街头 被人家紧棍打到了都很多 还有独台案件 独台案件的几位这个当事人 都还很年轻 现在都在各行各业 恐怕这个杨翠主委也都是认得 我们大家都认得的朋友 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们的包扬令 要不要给予与否 或是包扬令的内容 其实就一定要能够寻求 我们目前社会上的最大共识 尤其因为我昨天也问了一些 有关这方面的这个团体 比如说南社 或者是说 跟这方面发表意见的 这个教授协会里面所提的 比如说郝伯春先生 他曾经回到中国大陆去祭祖 这个是落叶归根的这个想法 大家都可以尊重 但是因为他在访中国的时候呢 也曾经接受央视专访 唱了一个叫义勇军进行曲 在2014年的时候 引起一些争议 所以如果用这样的逻辑 推理来看的话 我认为说还给真相之外 也要再来重新审视 当时在没有一个 民主宪政体制的状态之下 有收到这些包扬令 或是什么勋章等等这些 他们是不是符合我们认为的 这个历史上面的真相还原 跟转型争议 也要纳入参考 那这方面是我的见解 跟看法 我不晓得杨翠代主委您的想法 非常认同委员 我想我们应该全面来反省 就是说 在威权统治时期 涉及违反 就是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 这些不法行为的当事人 我们怎么样来反省 是不是应该获得包扬令的 这个两重之间的关系 但是当时的真相还是最重要 要能够从官方 或者是相当重要的这些团体里面 获得比较重要的真相 让它来还原 好吗 那我们也要容许有一些空间 就是说应该得到的 这个惩罚 应该得到的包扬 也必须要两方面一起进行 这样米平历史的伤痕 这样子对我们当时受害者 或者是当时这不义的政权之下的受害者 才会有更大的一个反省跟检讨的空间 有助于我们未来台湾民主政治的正常发展 好吗 是 谢谢 谢谢 好 我们谢谢刘师芳刘委员